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早晨 Stephen 昨天看到美股方面都有不少消息 美股表现得不错 美股星期三继续做好 道指收报27201点升373点升1.3% 标普500收报3327点升21点 升0.6% 纳指收报10998点升57点升0.5% 三大指数介乎升幅 介乎在0.5至1.3%之间 昨天道指升得更厉害 看到一些航空股 银行股即是传统股份又开始追上 没错 大家可以顺便看看 正如刚才Vivian所说道指值得提 走势开始清晰一点 明确地突破一至两个星期之前 那些小小的顶位 似乎都能够守着五十天线 而且高位做一个像W型的双底行 长情升穿颈线 当然了 接着可能会挑战6月初的位置 甚至乎是2月底大跌之前的位置 逐步逐步来 这里道指可以轻轻更新给大家 至于除了美股由传统板块上去大动上升之后 其实你见到美元持续回落 你见到隔夜其实还是偏弱的 那另一样创新高 除了纳指之外 就继续是金隔的 金隔隔夜是收在2,049元的位置 就是再创历史的新高 这个位置你见到虽然很超买 不过超买之后可以超买 暂时来说 都因为美元确实是弱 所以现时的金价仍在充着 银价亦都 银价亦是跟随了 进一步充到27个多 之前说的22、23、25 现在去到曾经见过最高位27至2号半 银价收26.89元 银价就不是像金隔银价 创历史新高 现在还有上方有很多位置 在2011年的时候 现在企银26元 就可以上网35元 还有水位 金隔就很厉害 因为昨晚有消息 美国要应对疫情 就说破纪录发行国债1,120亿美元 这个就导致美汇走弱 跌穿93元 有见92.75元 其实现在出了这个消息 一些美银、高盛 又去上条金价的目标价 分别是目标3000和2300美元 我想都是逐步逐步 3000就比较保守 目标都很近 其实这个美汇走弱 除了有发金价升 其实跟股市性都有关系 因为就是一个货币贬值 资产升值的行程 其实如果照这样看 港股应该都是有这个情况 因为港股都是跟着美元 不过就是人民币多些 港股里面上市的公司 是啊 因为美汇一直持续疲弱 他说人民币其实都很强 不得捡住 还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在说七算 现在其实就已经离岸大CNH 去到6.9341 即是说交起当时 足足升了660个点子左右 属于近来的一些新的高位 所说近来的新高 我想这个是由3月到现在为止 最高位 人仔尼安达 当然这个就又来于中港股市 嗯 现在港股都受到一个外围大动一下 今天就高开98点 开步25,201点 其实昨天已经是说 开始有一个转世的迹象了 因为已经是企稳了25,000 还有前天就说 还在这个位置未上到 昨天正式上到 以及探亂抵泥 今天其实再持续企稳 可以说未来就暂时一个短线见底迹象 看看可不可以进一步上冲 未来见到一些 例如科技股份 如果能够入蓝炒 就更加之好力 亚里、美团 是呀 甚至乎小米 有些人觉得 可能我觉得小米的可能性 在三种里面较小一点 因为见到另外两种就大一点 一来市值交投大一点 二来始终都是巨头 AGM 小米是手机 同类有两种在蓝炒 不过有些舆论就说 亚里是小一点 因为亚里到现在都未曾互联互通 各说法 不过我觉得亚里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进入了各样东西 恒生指数的动力会好一点 现在恒生指数高开98点 去到25,201点 如果看看军线上 暂时在开市位来计算 就企稳了20天线 上方就只有一条主要的平均线 就是那条250天线 就在大概25,826点 你当是258左右 至于补充一句 牛熊政街货方面258又是否重要呢 原来现在普遍都是多人做好 5成8人做好 4成2人做胆 上方老实说 无论重货和新增的熊仔 只有5600张 都免得提 分别在254和256 下方比较肥美 重货牛熊16张 在242 最多新增是1000张 在244 下方242和24 都参成1000至1200点 才是杀到2600张 都软掉 软的 不过牛就偏多少少 看看博士会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暂时就再看看开市位的走向 至于成交榜上 暂时个股波幅未是太大 升得多的就有有邦升高开1% 1邦升高开1% 其他都不够1%的波幅 因为大市都高开幅度不是太大 高开少少少 轻轻说一下 都不是什么大波幅 有些配股消息 1765 这些都比较偏强些的教育股份 希望教育 你见他现在高开一格 但其实他今天有配股 计划配售是4亿左右股 2.5毫半的作价 如果现在看成交应该是计划 不过未上版也未定 配售用途是用来收购学校 和一般用途 即是正路 没有什么说配给谁 股价暂时来说 就没有受到影响 你见到这个股份 都是震荡上升 在高位现在比较横行一点 也是属于一个上市以来的新高 其实近期都有一些出配股消息 未必太影响到股价 比如昨天有一个241亚利健康 跌了两个 跌得很少 其实都是很快期稳 所以因为都是看位 看着20.5毫都没有穿过 亦都有货 不用因为这个消息走了 而今天都有的 还有一个2359 若明都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达成条件在完成 8月5日配股 108港元配68合共 配股 集资是72.9亿港元 那个额度都不小 但其实股价都是完全没有影响 是 你看见有些消息的股份 不过股价上没有什么特别大动作 另一只可能大家都关注多一点 听多一点 有动作的 就是港市 1137 公布了7月份订单 总商品的交易额到6.2亿 同比按年增长了1倍7 就说到集团现在的网购平台方面很活跃 种种的数据显示 都是按年、按月、还比都可以增长到2成 似乎真的 数据很好 本地疫情最大受惠股份 今天高开4.1% 去到7.87 较早之前 上个星期就回落了整个星期 今天又再跳高 看看可不可以创到新高 昨天已经开始再起动了 其实都有望创新高 不过现在又近百元 如果未有货 可以看看 当时的历史高位 就是8.21 就是当时最近前顶 可以突破这个位置才买入 讲多最后一只冷碗少少 半分钟 这只可能少些人都很关注 中国信达1359 不过今天都高开半成 因为他计划分拆信达证券 在境内上市 可能是香港 分拆当然带来一些小小的憧憬 现在就暂时高开半成 但股份过往交投会比较少 以及一米横行 当时先看着 现在恒指高开98点 我们现在去广告 看看待会开市之后 走向是如何 稍后见 好,回来节目时间 恒新指数升幅收窄了 升41点 报25,144点 现在就在成交牙榜上升得多的 又是六成服务升6% 刚刚见到迫伏都上了榜 升2.7% 看看六成服务 看看有什么特别大消息 原来又是 同意都是增相迎起 他都不例外 他发了一个盈利预起 上半年日利最少增加五成 最主要都是说 穩定的管理面积增长 没什么受到疫情所影响 今天股价也受惠 升了近现在暂时的7% 有机会挑战五月份的高位 是的 其实两只都是营起 六成现在来到11.5 五月份的高位 就是当时收市的高位 就是11.62 那就很逼近了 我觉得如果现在想追 就看看可不可以破顶 如果计历史高位 就是11.64 留意到一个位 亦是历史的最高收市位 所以属于一只相当强势的物馆股份 至于刚才也有提到 另外一只真的是龙头 BIG FALL 现在暂时升上3.6% 虽然高开出来 有少少收窄 它也有营起 昨天出的 昨天都是未试出 就说到 集团方面 上半年的利润案例 都是至少增加一半 五成的 主要是物业管理的面积增加 同时社区增值服务 有所提升 所以股价又再升 它确切切又再突破上市的新高 Gordon 说 最近物馆股好像没什么动力 是不是已经散水 其实都不是 一只只 两只 这两只有营起 也有得升 没错 接着就看看大家其他的问题 六百六五买不买得 Simon 说 他就 先看 这一只 其实也是发了消息 补价也是做好 公司方面 现在都是一路破顶上去 发了业绩 半年顺利4.61亿人民币 按年升76.3% 这个业绩就是8月4日发的 当时有再上 令到股价升 其实现在都有再上 如果你说入 其实现在都可以入 你用回11.4来做止损位 就是前面的 就停过的这个位置 好了 接着Wilson Wilson Fong 他就问6078 这只海吉雅 本身 买买得 其实股份一提 他只不过在6月底上 到现在位置 就一个月多些 不过他都正在一路走好 亦都突破了历史的新高 好 突破之前 有支较像仰的羊竹 这个就是34.8收 我觉得 现时继续在羊竹上方浮游 其实都速于走得相当好 所以 拨破顶当然是选择 上方没有鞋放 没有阻力 这些从来都是 我觉得漂亮的逃利 当然 亦都可以用回 最快最快防守 只蝕34.8 计算了数 书极都是一元多 但是 向上蒸路 可以当放置妖 当它无顶 好 接着就看看 2018瑞星 Aidan 他就说 可不可以入 其实近期 手机概念股 都超上 苹果那边 业绩数据都好 其实 瑞星突破了7月初 多个高位 61.35 这个位置 暂时 都站稳了 亦都有去 很少 很轻微的整股 然后再上 这些位置 就可以用62元 来做止蝕位 如果你现在买入 都有近价的止蝕可以买 好 我回答一下 就是 叫做6066 我回答自己的领军股份 Ling Joey Chan 他就说 没有货 现价入好不好 支持位在哪 继续都是强调 内地上证和护心走势 全部漂亮的 所以正路可以博一下 勸商或者国售 勸商我首位 一定是选066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 现价是可以的 亦都见到 它有一个小小的W型 虽然不出 像横行多些 但不要紧 最近的低位 都是在大约10.6 4左右 没有穿过 即是说 现价如果去买的话 老实都有一个半左右 才去到止蝕位 若望一成左右 多些的止蝕位 自己去考虑 虽然我说人民币配合 A股配合 但它是比较严 不过不只是它问题 全部勸商都是这样 所以我会说 胜算高过一半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有货一定揭 没有货 我想它再塌着多些 因为过去这几天 虽然它一天给一些 一天给一些 但成交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 可能还有其他 要急着去做 可能先突破12.3 就是这浪的高位 可能突破才追进 好 接着看看2001 Karen说 5个日 有货的 其实它的支持位 就是5元 但是 你应该都不想等到那 所以就赚便舍了 但吃得未 暂时 它仍然都在上 不用吃 上网什么位置 你可以看一看 你看到现在 整个月线图走势 其实上网 还有几多空间 如果按月线图计 可以去到7至头 但现在才是5.8毫半 暂时可以先看6.5 不要看那么远 但总之你慢慢拿着它 去到有回才走 就算是一个短线 我继续可以先拿着 OK 接着我看2331 李玲 有位朋友等回家乡 其实今天都给了一点点 暂时现在 市场暂时都跌三点 它给了5毫米 如果你看最近 其实都算是站得稳 不过老实 火力一般 似乎上方大概粗略堤 27.5 这些位置 由上年10月到现在 目测最少7个顶 这个位置 当然了 如果真的破到 哇 肯定很厉害 而这个位置也是历史的高位 所以我觉得坚持一下 它是站得很稳 可以的 创在它 因为始终这个位置 真的是7次顶 所以需要少少坚持 才可以破到 一旦破到 行程应该都大 所以我觉得坚持一下 保持住 好 接着有一个9979 都是六成是旗下 是 代刑公司 刚才那只物馆 现在这个 Militude Secrets 就说可不可以进入 其实相对没有 那么有消息提振 那么强势 但都是在低位 橫行整固当中 现在又开始 两年羊 有机会再弹 如果你现在要进入 都可以拼搏的 就用3.5毫半 来做止蚀位 上望 上望它的第一重阻力 要去看到3.94 暂时看了这个 杂幅先 因为其实它也是 在差不多位上落 要突破才有动力 或者你真的可以等它 突破才再进入 好 我又回答 有位朋友 Hole Long Chan 他一向很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动态 我都多谢他 既然他问到问题 立刻逼他 11号 恒生 他说表现如何 会否出现急跌 老实说 就算不急跌 都不看好 因为都空头排列 逢底破底 和他妈妈会控 一样一样 所以我就不建议了 我不知道你问来做什么 究竟长线短线 反正长线短线 我都不会选择他 我间谋答多谢 五一二 软大医药 都是我领军估 就继续 有位朋友问 继续不继续 老实说 未买 我不建议买 除非他无故弄多棍 他现在属于一个整固 由一个声势开始 变横行势 其实我心目中最想他跌 因为他一跌 我可以套利搞定整件事 好过针掛掛 不过他又不跌 那你吹吗 那你先吹吗 有他 不过未买就不要卖 除非他多多数天 起多棍才再算 好 接着就看看2013微盟 就是问可不可以买的 YTV 其实昨天就开始有个起动 昨天就收12.1 今天就开12.22 之后就有少少去沽额出现 如果是这样 这个情况我想需要去观望一下 你看看可不可以突破12.4 而先暂时就 因为昨天升得多 你看看会不会是有少少回 可以等一等才买 好啊 那我回答一只 昨天发映在1475杯面 今天Vivian说买不买 挺好啊 正路都买的 因为始终图表上有破历史顶 又有营起包 业绩包好 所以就 可以用前顶来做一个防守位 昨天突破前顶7.8.1 必定时在那些位置 才说要小心 减持 甚至乎昨天阳烛底7.2.4 真是穿到才说 所以正路应该可以继续提号 我都觉得可以买的 好 接着这只似乎是4号 近期表现差点 HTC说13.96入了 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收租股也是走入的 幸好它入的位置不高 现在就13.92 其实入这些 你就打算是预长渣 不过看到它 收益率现在只有2% 很低 近期都比大行下调目标价 下调评级 就说 预计 因为之前成功不市家族 私有化了 回得风 预计中期就未必有机会 那么快会私有化九仓 似乎不是那么吸引 以及收租类型都即弱 除非你就真的去有意长渣 不过看回长渣来说 这只收益率就不是太高 但是当然你说 现在都这么低位了 疫情底都快到了 理论上 其实因为人家持有物业 就有个价值在 又不会无子经跌 除非你真的非常之喜欢 觉得现在是一个低级的时机 就放在这 最后来我看完一只 1449 始终都要整理一下 人家今天出生 新导师 立德教育 1.07 但上市价2.1 所以正路 如果现在去看 应该是潜水 他起码都一成 大概 当然 不理想的了 开市位1.09 8 都还要再沉多2毫 在我心目中 就是说 Day1第一口价 守不住 还沉多2毫 这些不理想 所以 亦多教育股 虽然近期也有教育股强 不过 他现在暂时没有什么表现的话 不要胡乱去猜测 或者撈底住 最基本上回 开市价1.09 8 再想 通常又这样说 如果你抽了回来 现在潜 我觉得都可以看半周 先看下 有时下一下之后 半周上回 你知道保证人 有时都会做一下自己的 这样未定的 不过就不要急着买 好 现在恒指升转跌 跌近71点 报25,031点 又要测试25,000点的大关 看看守成如何 我们就中午11点45分 再和大家看事 下次见 拜拜